串烧店内气氛紧绷 因为有两名男客人和另一名女子 当众大吵还越吵越凶 就看到其中有人先吵女生身上丢垃圾 接着旁边的人还出手大力推了她一把 两人不断对着被害人叫嚣 甚至还大力把她推倒在冰箱旁边 瘦弱的女子当场往后中摔 一度爬不起来 但冲突还没结束 眼看就要离开了 三名男子就在串烧店角落 对着被害人拉拉扯扯 毛手毛脚 他想努力挣脱往后跑 但三名壮汉却始终不放手 原来一切冲突因喝酒而起 上个月29号晚间将近12点 三名男子黄堂下肚了 中途找来被害人叙旧 但他拒绝喝酒反被三人打伤 一阵冲突后 造成他脑震荡 左脸 左小腿 下背都挫伤 左心红肿 甚至还有挥之不去的噩梦 会有阴影 一定会有 因为真的蛮大力的 而且真的 对 而且两次的撞击这样 所以他们事发到现在 已经一个礼拜 七八八天了吧 完全没有 就是想要处理的态度 狠心推倒女被害人的 就是这三人 他们是知名车行员工 被害人事后气氛又难过 已经到派出所提告伤害 但记者联系加爱人 无法取得回应 再看一看这画面 三名男子借着酒意 就对女生动手动脚 把串烧店当成酒店 实在要不得 这里是陈嘉明烟影台北报道